今次的設計是一個公屋的丹麥 本身業主住在這個地方已經超過20年了 然後他們本身也有三個小朋友 三個小朋友現在長大成人了 開始想搬出去住了 其實家裡的空間可以帶了很多出去 但是怎樣去規劃呢 業主有希望家裡本身有更多的顏色 所以我們特意在顏色上面 在物料上面 我們都去區分了這個空間的使用性 譬如我們在門口 我們用前灰色牆去亮起零關櫃 然後用中灰色牆去亮起一個住宅區 衝浴房的位置 所以讓大家看到這個感覺 是一個漸變由淺到深的感覺 在這個單位裡面 我們用了石膏板加木板去選擇了場物 然後去規劃一個房間 我們在木板的中間也加了隔金園 可以令到屋主去看電視 或者可能在作息的時候 也都可以有一個相對靈性的環境 在這個單位裡的樓底 也有一個相對靈性的環境 也有一個靈性的環境 平時安裝一些假天花 或者是燈草 或者可能是合格燈 其實相對來說 它的光源也都未必可以 遮蓋整個屋的空間 所以我們這次是用了四支長的 蓋頂燈 然後用白光去顯示 平衡整個屋本身的視光 我們在地板上 我們用了屋式 然後到整個屋 是50-50 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變成屋主將來會喜歡任何的顏色 例如今次她喜歡藍色的沙發 她可以買藍色的沙發 將來她喜歡粉紅色的沙發 她也可以買進去 令到屋主更加大的顏色 其實很多時候的設計 是視乎於你的使用性 以及設計 是永遠同 使用性 是永遠都是一個對立的點 但怎樣可以獲得到平衡 那就要視乎回業主 她本身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後現在 其實業主她們 希望她們家的空間寬敞一點 還有在洗澡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寬敞一點的地方 所以她們很明顯地 都選擇了怎樣的生活方式 然後怎樣去處理一個家 所以希望這個設計 能夠給大家一點靈感 在將來 如果你想做好自己的家 或者想做一個翻身的時間 那你也可以知道有什麼方案 謝謝你